今天是2024年11月20日 何柏和何太第三個YouTube Channel 今天仍然很努力地出片 而其中大家關注的 就是原來今天是何柏生日 何柏就出了一條片 就好像和何柏很開心地去酒樓吃飯 何柏拍的鏡頭前還叫了很多菜 但拍出來的東西表面上很好看 但實際上內裡暗藏著虐待何柏的細節 就算稱不上虐待都可以說是黑薄 那到底那條影片拍了什麼呢 虐待也好、黑薄也好、細節是什麼呢 而在慶祝生日的影片之前 何柏就發佈了另一條影片 就疑似虐老 試完何柏在發佈吃生日飯的影片之前 就另外發佈了另一條長達20分鐘的影片 內容竟然是大鬧可白 而且在大鬧可白的時候 更加疑似聽到 可白在何柏的聲音後面 就發出了一些聲音和喘氣聲 而影片的最後 何柏就更加宣稱 又要再和何柏離婚 又要說阿可白出街睡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無緣無故發佈一條這樣的影片 是有什麼原因呢 何柏是不是真的要說阿可白出街睡 以及是不是要和他離婚呢 而這一餐生日飯 會不會就是離婚之前的最後一頓飯呢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又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先留言之前 之後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影片的人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首先版主也是那句 過往已經講解過 關於何柏和何柏的事件 版主就不會由頭再講一次 以免大家會覺得版主 拖長一些東西來講 等波鐘 所以版主會在每條影片的描述 放回以前舊片的連結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進來 又覺得版主的分析OK 想聽回以前的 click進去連結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由頭再按一次 而如果你是想專門聽他們兩夫妻的事跡 可以直接看完整個播放清單 簡單又方便 首先在講解這條影片的時候 版主就要重申一件事 可柏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 即11月20日生日 其實是無從稽考的 只有他本人 何柏和何柏和5個子女才知道 只不過 既然可柏和柏今天拍了影片 就是他們兩個又吃生日飯 又吃生日蛋糕 版主就姑且相信 可柏是真的今天生日 而對於以下討論和講解的內容 亦都真的建基於 可柏是今天生日的前設來討論 在這裡 希望大家先理解這個前設 麻煩大家 首先 今天可柏生日 何太似乎很開心 不斷拍片 表示不斷跟可柏慶祝 首先他最新的一條影片 就是買了一個 約莫一磅重的生日蛋糕 就跟可柏兩個人一起share吃 但是大家其實要考慮一件事 可柏七十八歲 八十歲都來頭的時候 到底一個人吃半磅生日蛋糕 那麼多creme 那麼多糖分的話 其實對可柏的身體到底有沒有影響呢 我們根據食物安全中心 對香港的一些蛋糕糖分作出統計 那麼香港用來做生日蛋糕的蛋糕 基本上它的糖分 就是每100克食物裡面 就9.7克 去到19.2克都有 那麼好啦 我們拿個中位數再減少少 就當每100克食物 就有13至14克糖 那麼一個一磅的蛋糕 就大概是63克糖 那麼如果假設他和何太是一人一半的話 那麼可柏一個人吃半個蛋糕 其實就已經攝取了大概31克的糖分 而食物安全中心的另一個貼文 就表示以一個成年人計算 大家聽清楚是說成年人而已 未計可柏這種老人家 他們就假設一個成年人 每天要攝取2000卡能量來計算 每天的糖分攝取量 就應該要少於50克 所以成年人都是50克 還要假設他們有適量的運動 以及適量的勞動 但是我們看回可柏 已經是一個老年人 攝取的糖分 理論上就已經要比成年人低 而同時間我們也會相信 可柏的勞動量、運動量 也會比一般的成年人低 所以無端一口氣吃半個蛋糕 可柏要攝取的糖分 就肯定是超了飆 其實就不知道何太想什麼 到底他是沒有照顧過老人家 所以不知道老人家攝取糖分 攝取卡路里的需要 還是其實他是知道 只不過有心求財害命 所以就要可柏一口氣吃這麼多東西 那就真是不得而知 而在他吃生日蛋糕之前 何太就出了另一條片 這條片厲害了 就差不多半個小時 就拍到 好像何太和可柏撐桌腳 而且叫到整桌都是送的 有蝦、魚、魚鴿 但是 20分鐘影片裡面 就只看到可柏吃蝦 到底那些魚、魚鴿 會不會又是道具 甚至可能借來拍一拍 拍完東西之後要給人的 其實就沒有人知道的 那版主在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講解過 何太會買了一些塑膠膠 假的蟹蓋 就裝到餐餐都有水果有蟹吃 但是呢 版主就已經踢爆了 他那個所謂蟹蓋 其實就可以在淘寶 用差不多40元人 就在淘寶一個回來的 而他之後呢 亦都出片反駁 就說蟹蓋是真的 有一次吃完蟹之後 不捨得擲 覺得蟹蓋多漂亮 就洗乾淨它 拿來留念就放在那裡 那好了 放在那裡 就在那裡扮餐餐有蟹吃 跟你買個假的蟹蓋回來 沒什麼分別而已 但是呢 在他來說 由於這個蟹蓋是真的蟹蓋 那所以呢 就算他洗乾淨的蟹蓋 放在那裡 然後假裝有蟹吃 他都仍然會覺得自己真的有蟹吃 所以版主做上一條片的時候 都說過了 他們就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那我們作為局外人 就真的怎麼刀都刀不破 這個就沒辦法了 不過說回頭 既然何太 聲稱說吃完蟹蓋洗乾淨 就等於之後每一餐都有蟹吃的話 這個說法都既然說得通 那他借隔壁那些桌子的送 去拍片的話 其實分分鐘的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叫廚房 喂 隨便上些送過來 給我們拍完之後你就拿走啦 那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坦白說 作為何百一個這樣的老人家 七十幾八十歲都來著 吃完一頓豐富的晚飯 之後再吃半個蛋糕 其實他這個老人家真的可以吃到那麼多東西嗎 我想大家就真是心照了 而我們回到何百生日那天的第一條影片 即是11月20號的第一條影片 原來何太一早睡醒 就大罵何百 事源根據影片的內容 何太又聲稱何百又拆了他的信 何太就表示 原來在較早之前 他又收到一些加拿大粉絲寄來的信 但何太就表示何百又八卦 信不過他 所以在何太收到和看這封信之前 又拆開了他的封信來看 然後還撕走了他一頁 所以何太一早睡醒知道這件事之後 又罵何百 那就跟回規矩 我們又播一播何太怎樣罵何百的其中一些內容給大家聽 他又不認 他又不認 如果是做錯事就不認 做錯事就不認 就不認就不認 做錯事就不認 我封信另外一頁是叫我給自己的會記 還有介紹你叫什麼名字 有寫到自己的前名 你也寫到一些事物怕你老公嚇醋 但這頁就沒有了 他竟然可以變成不忘 他現在欺負我多時事務要處理 欺負我忘記 就不忘我自己做不見的 所以我服務企案 你不交出這頁子我立刻離婚 立刻離婚的 從多天開始 這些人可以做到這樣 總之他小器不夠大方針 所以自己整追自己 每次你不理我 如果我封信我完全不保存 這些我都答應過要啟心情意狼 才能夠正義去那邊工作 雖然版主就把這段說話 較快了兩倍 還有吹那把聲音 但相信大家就不難聽到 背後是有一把伸淫聲 其實這一把伸淫聲 就像是可白在後面在哭 其實坦白說 與其你說單純是哭 倒不如說是可白氣管抽搐的聲音 那懷疑 拍這條影片之前 可白根本就已經被何太罵了一餐 甚至已經被虐待過 如果不是 可白就不會無緣無故伸淫 好像很痛苦 而因為整條影片有二十幾分鐘長 版主就折錄了 就不播給大家聽了 整條影片的大概意思 就好像一開始大家聽到 就是有一個加拿大的粉絲 寄了一封支持信給何太 那封信除了是支持信外 還聲稱可以申請何太去加拿大做事 但就不知道可白是出於妒忌 還是不想何太離開自己 所以就把其中一頁最重要的內容撕走了 就搞到何太不可以聯絡回加拿大的粉絲 變相就是令到他去加拿大打工的機會又幻滅了 那按照何太聲稱 可白就跟他說 這一頁子會不會你自己就留在青田村的單位那裏 但何太就搬出了很多的可能 就說這封信不可能會只是跌一頁 要不就整份跌了 要不就不跌 所以何太就說 既然可白告訴他 還有一頁就留在青田村的單位那裏 所以何太就會一個人回香港 留下可白在那裏 自己就去找回那頁書信 如果真的找到的話 自己就怪錯了可白 但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相信那封信就是可白丟了 如果真的丟了的話 何太就會宣佈和可白離婚 那對於這條影片是真還是假呢 網友就有很多的討論 那首先呢 認為這條影片是真的網友就表示 就說何太其實一直都想和可白結婚 只不過呢 就找藉口放在黑粉上 根本他自己就很討厭可白 但可白呢 就一直纏著他脫不了身 所以何太就多多藉口 如果他是真心喜歡可白的話呢 其實又怎會這樣對他呢 也都有網友留言呢 就表示呢 想離婚就要找藉口 有了離婚理由就可以走 反正四百五十萬呢 就拿不到手了 癡癡癡癡癡癡 講真愛都沒有用 阿伯寫一下啦 有四百五十萬都不要交到他手 家人才有真愛 過回以前的生活 也都有網友認為呢 何太想離婚是真的 可白現在呢 其實根本就是莫須有 你沒有四百五十萬呢 何太就一定走硬的了 那當然啦 有網友認為這件事是真的 亦都有網友認為呢 今次這條片又是劇本 那其中已經有網友直言呢 就說那些戲太假了 直播就會好看些 而亦都有人讚可白呢 就說呢 阿可白的戲好了 繼續加油演戲 TVV等著他 更加就表示呢 不知阿可白 是不是因為昨晚看完TVV台慶 心仰想加入福禄獸 而亦都有網友表示呢 可白的戲好了 但何馬的戲就不行 不夠爆 更加有網友呢 就認為那些劇本太夠了 就說要離婚就來啦 說幾百次都不來 只懂得說 好心呢 寫過那些新劇本啦 經常都說是寄信和說離婚 更加就有網友取笑他們 他們的劇本呢 就跟電台節目就差不多 就說好巧喔 現在變了做廣播劇 隨時好像十八樓私作一樣 做了幾十年 有網友也都回覆他們呢 其實他們兩個就快就一年 做一下做一下 好快就幾十年了 不過有網友呢 也都取笑阿可白 就說呢 不用等幾十年啦 阿可白都不放得多久 更加就有網友表示 如果他們吵架是真 離婚是真的話 那家事做什麼要拍片呢 其實版主的個人意見 就跟這位網友的想法是一樣的 過往做直播可能呢 不小心帶起了的話題 於是呢 就在直播裡面 不小心就罵了架 不小心就吵了出來 可以有很多不小心的 因為始終是直播 直播的東西呢 難聽說句 真的控制不到 但如果是拍片的話呢 即是預先要按著機器 也要有時間關機 而且吵架的內容呢 如果是太過私隱涉及家事的話呢 你也有權選擇 不播放出來 不上youtube 但是既然呢 這段錄音 這段對馬 你拍得片 錄得音 然後再要上youtube 發佈出來 給全世界的人看的話 坦白說的 如果真是家事的話 那幹嘛要放出來呢 所以版主也都估計呢 這一段錄音 裡面的內容呢 也都是劇本 吹水居多的了 但是呢 版主就好同意呢 剛才就有網友認為 其實阿可伯都不放得很久的 這個說法 事關呢 何太剛才的那頓生日飯 又蝦又乳鴿 雖然是那些呢 就不知道有沒有吃樂圖的 但是之後的那條片 那個一磅蛋糕 一人一半 那麼阿可伯這樣吃法呢 就有硬糖尿了 那不知道呢 何太到底是無知還是靠害 還是根本呢 就想用這樣的方法 盡快搞回可伯的身體 那搞死了可伯之後呢 就盡快領好可伯的遺產 同時呢 也都可以盡快擺脫了可伯 重新又再找另一個老公 那麼其實呢 坦白說 版主就認為呢 何太真的有這樣的心思 如果不是呢 就沒有理由 經常都怕一些鬧交的橋段 就逼可伯呢 既勞氣又動光火 這樣其實呢 坦白說的了 對可伯身體都不好的 那所以坦白說 既然你們兩個都是演戲 如果阿何太真的愛可伯的話呢 就應該選一些不會傷到可伯的橋段出來 就讓阿可伯演戲也好 就演得舒服一點 那坦白說的了 這些橋段呢 即是阿可伯偷看阿何太的信 跟著阿可伯就不喜歡可伯 跟著阿可伯就單方面罵可伯 這些橋段呢 坦白說我們都看到厭 不如轉一轉那些橋段 例如阿何太去歐佬 跟著阿可伯動光火 是阿可伯罵阿可伯 跟著阿可伯就說 嫌棄阿可伯 最後你們兩個搞離婚 這些橋段可能會更新 那反正都是演戲的 不如量一些新劇本 娛樂一下大家 好過吧 不要做來做去都是同一個劇本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呢 今天又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 他們兩個朝早影片的對馬 到底是橋段啊 拍戲啊 還是真的有這件事呢 而大家又怎樣看 阿何太不斷地 折阿可伯吃高糖分的東西呢 到底是真的疼他才這樣做 還是真的想害他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